两个月的婴儿被人劫持 揉露的生命随时受到死亡的威胁 但是哪个场景看起来很恐怕 他哪个哪个猜到他那个小孩种子这样放了空气 公安武警紧急出动 他面前所处的那个位置视线非常好 如果我们从正面对他发起兵机的时候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危情六小时 中国武警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中国武警 2012年10月9号中午一点多钟 海南省文昌市东路镇的一栋二层楼的普通民宅里 传出了刺耳的争吵声和婴儿的啼哭声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紧急的反劫持战斗 再次悄然拉开了帷幕 这撕心裂肺的婴儿啼哭声和室内的争吵声 让周围的邻居围络过来 可眼前的一幕让邻居们目瞪口呆 反遂嫌疑人刘元贵酒后 竟然用菜刀将自己 年仅两个月大的双胞胎婴儿的其中一个劫持 情绪异常激动 他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拿着拆招 就是把那个小孩傻掉 当然看见太可怕了 案情重大 中午一点三十分 接到报警的海南省文昌市公安局 迅速将案情通报给了武警文昌中队 接到公安局的电话后 我一边向支队报告 一边集合部队 按照楚徒一样携带所需装备 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 而此时正在休假的武警海口支队 文昌中队中队长邢国正 得到消息后 放弃了休假赶回中队 随后 便带领中队官兵 火速赶往事发地点 案件发生地位于海南省文昌市东路镇 与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相邻 镇中居民住宅都为平房和二层小楼 人口相对集中 刘元贵家中的吵闹声让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 这对酒后的刘元贵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刺激 他放下手中的彩刀抱着婴儿站了起来 随手用身边的螺丝刀抵着婴儿的喉咙 把围观的人群全部赶到了门外 并在一楼大门口与先期抵达的公安民警对峙 犯罪嫌疑人刘元贵曾用名黄元贵 广西壮族自治区杨硕现任 性格内向生性多疑 婚后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 2012年1月 他带着妻子来到海南省文昌市大工 不久妻子便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由于工作不稳定 入不敷出 经常受到妻子和妻子家人的排斥和歧视 2012年的10月9日上午 妻子没同他打招呼就外出 直到中午才回到家中 此时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的刘元贵 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 他甚至感到刚刚出生的双胞胎婴儿 也不是自己所生 便越想越生气 但又无处发泄 只好独自喝闷酒 从上午的10点钟 一直喝到中午1点多钟 在酒精的刺激下 他越看孩子越不像他 一个邪恶的念头 并在他的脑海中膨胀放大 刘元贵劫持了自己的孩子 他要用婴儿的生命作为妖协 阻止我们公安民警 借助他的家庭纠纷 刘元贵 想用自己的方式 了结这个家庭 当中队长 邪国正下车后 现场指挥部的同志 立即让他换上便衣 原因是犯罪嫌疑人刘元贵 对穿警服的人特别敏感 当我在车上换完便服以后 这个时候 我们集中医副参部长 带了两名举举手 从海口同时也赶到了现场 当时连子给我们下载了任务 一是对司法现场 和重点部位进行丰富警戒 二是对现场的追悸环境 进行现地勘察 为下部解析行动 做好各方面举办工作 李渊江 到 李洁 王岐城 到 你们几个 配合公安对周边进行警戒 李渊江 到 我到前面 你到屋后看一看 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入楼内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让他发现 此时醉酒状态的犯罪嫌疑人刘元贵 已完全清醒 看到周围的警车和围观群众 知道自己闯下大货 这时候 如果他向警方投案自首 或许可以免于行事追究 但多年来 家庭矛盾所产生的怒火 让他失去了理智 在酷苦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为了以警方继续对治 按看刘元贵 他跑到了二楼 抢现了这个 一个有利的位置 当时就坐在二楼的 通道的一个房间门口 左手来抱着这个小孩 右手拿那个菜刀 并且这个菜刀 右手拿菜刀这个手 在小孩的头上 不停的舞动 当时的情形 还是比较紧张 从侦查汇总情况来看 这是一个凹字结构的二层楼房 犯罪嫌疑人刘元贵所在的位置 是在二楼正对通道的房间门口 它的左边是一个天井 右边是一间房子 其视线非常开阔 可以观察到周围的一切情况 房屋背面 只有二楼有两扇窗户 而且加装了拇指粗细的钢筋 这给突击行动营救婴儿 加大了难度 另外生性多疑的刘元贵 始终不让别人靠近他 必须保持三米以上的距离 如果再靠近的话 将杀死婴儿 看来从正面突击救下婴儿的成功概率是非常小的 如果从后面采取行动 就要破拆二楼的窗户 这势必会惊动犯罪嫌疑人刘元贵 危及婴儿的生命 为了确保婴儿的安全 现场指挥都一直在进行政治攻势 并利用亲情做犯罪嫌疑人 刘元贵的转化工作 跪在地上的妻子不仅好话说尽 而且还安求犯罪嫌疑人刘元贵 看在夫妻的情分上 不要伤及孩子 同时现场的公安民警 也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 劝说刘元贵 不要再做傻事 但是情绪失控的刘元贵 根本听不进这些 态度更加野蛮粗暴 不停地辱骂在场的妻子和公安民警 而且挥舞手中的彩刀 仰眼要杀死手中的婴儿 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的五点二十分 从中午的一点多钟到现在 婴儿从当初的大声啼哭到现在 一声不响 是不是孩子因惊吓和饥饿 出现了昏迷或其他的状况 但是支队副参谋长吉栋玉 立即向前职建议 为了婴儿的安全 必须马上给婴儿送奶送废 如果犯罪嫌疑人刘元贵 接受这个条件的话 不仅能解决婴儿的生理需要 还可以在犯罪嫌疑人刘元贵 接奶的瞬间 自己对其进行抓捕 现场指挥部很快采纳了这一件衣 当时我们公安局林刚局长 就看了一眼我们吉副参谋长 然后说 你送奶送水比较合适 因为你戴个眼镜 看上去比较刺维 你这个形象不太会 以起刘元贵的注意 换完衣服后的副参谋长吉栋玉 拿着奶瓶喝水 慢慢靠近犯罪嫌疑人 刘元贵 不要害怕 这个我是排骨机器中心的医生 已经好长时间了 孩子也不可以 也不闹了 这个孩子 看是不是恶坏了 还是需要喝点水 我现在呢 把那个水坑 奶瓶给你送过去 你自己喂也可以 我帮你喂也可以 在现场 无论副参谋长吉栋玉 怎样劝输 犯罪嫌疑人刘元贵就是不答应 他认为这是一个陷阱 并再次用刀抵住婴儿的脖子 克令副参谋长吉栋玉 赶紧离开 否则将杀死婴儿 在这种情况下 副参谋长吉栋玉 只好退了下来 看来送奶送水 凝聚孩子 这个方案已经行不通了 正面反面突击 条件又不成熟 那么亲情感化也不行 这时候 我看可以考虑 采取精确狙击 此时武力解救 公安武警 与生性多疑的犯罪嫌疑人 斗智斗勇 我们利用给婴儿 送奶送水的机会 司机抓捕 犯罪嫌疑人 有个小时的紧张对质 婴儿最终能否获救 采取后面阳光 正面突击的作战方案 危情六小时 中国武警正在播出 就在两名狙击手 准备执行命令的时候 突然一个电话 终止了狙击行动 这个电话是我打的 打电话之前 刚刚接到行动小组的报告 准备要实施狙击 当时我感觉到 这个时候使用杀伤器武器 实际不是很深处 支队政委杨国春介绍说 犯罪嫌疑人刘元贵 即使婴儿事件 是因家庭矛盾引发的 其本人之前没有犯罪前科 一家几口人的生计 主要靠他打工为止 一旦对其开枪 不管是击毙或击伤 都会对其家庭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他没有采取 进一步伤害婴儿的过激行为 暂时 不要对他使用杀伤性武器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已经是晚上七点钟 田建建暗了下来 伴随嫌疑人刘元贵和警方的对峙 仍然僵持不下 从中午的一点半钟到晚上七点 婴儿没有得到任何营养补充 如果再这样拖下去的话 孩子的生命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而随着夜色的降临 营救孩子的工作会越来越困难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武警文昌中队中队长新国正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中队长新国正提出的方案是 犯罪嫌疑人刘元贵所处位置 是一条五米长的通道 如果突击队员化妆成120级救人员 慢慢从五米远的位置 接近到三米的时候 房屋背后的队员 采取阳光的方式 以吸引犯罪嫌疑人的注意力 这安排刘元贵回头看后面情况的时候 突击队员便从正面发起攻击 如果从三米远的地方控制安排刘元贵 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 那么它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这个关键 这也是取决我们这次突击行动 能否成功的关键 具体的任务是 攻击发起时 我负责安排刘元贵的右手 也就是拿刀的右手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行动的计划 犯罪嫌疑人刘元贵 突然开始发现了五六地方的狙击手 他现在开始大吼大叫 后来我们全部下楼 否则他就不客气了 他要摔死孩子 我给你一分钟考虑 我们下去你别说了 我们下去了 好吧 我们下去我们下去 走走走 我教你 在这种情况下 楼顶上的狙击手和二楼的公安民警 先后下到了一楼 犯罪嫌疑人刘元贵还不放心 保着孩子起身走向楼顶 看看到底还有没有公安无警 隐藏在上面 这也许是个机会 就在犯罪嫌疑的刘元贵 向楼顶走走的时候 我命令中理长邢国正 排断韩峰 带领作战的员 分成两个作战小组 一个是潜入到刘元贵 刚才所在的那个房间 另外一个 在他邻居住宿的房间 司机做好 武力解决准备 吉夫特朗长当时判断 按判刘元贵 从楼顶下来后 肯定会坐回原来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从他的后面 发起攻击 当时已经是晚上7点25分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犯罪嫌疑人刘元贵 搜遍了楼顶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后 又在上面徘徊了近5分钟 在这近5分钟的时间里 支队副舱谋长吉冬裕 又迅速带领排长韩峰 王新东 潜入到二楼拐角处 隐藏了起来 这是犯罪嫌疑人返回的必经之路 这样前后夹击 案判刘元贵的司机已经成熟 就等他下楼返回原地了 我们当时所隐藏的位置 刚好可以看到案判 下楼后的一举一动 不出所料 不大一会儿 排长韩峰就听到下楼的脚步声 随后就看见犯罪嫌疑人 刘元贵抱着孩子 缓缓的走下楼梯 声性多疑的刘元贵边走 便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下到二楼楼梯口的犯罪嫌疑人刘元贵 与前复在暗处的排长韩峰 紧一步之遥 刘元贵发现周围没有可疑情况后 便转身向中队长邢国正 埋伏到房间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 排长韩峰捕捉到了战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元贵 让犯罪嫌疑人刘元贵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转身 刚要把手中的菜刀从婴儿脖子上移开 就被排长韩峰牢牢地控制住了拿刀的右手 几乎在同一时间冲出来的副参谋长吉洞宇 救下了刘元贵手中的婴儿 随后潜伏在房间里的中队长邢国正 也带领战士冲出来 将犯罪嫌疑人刘元贵扑到在地 整个处置过程时间很短 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 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婴儿得救了 请医生检查并无大碍 长时间没有出生的婴儿 竟然在医生怀里啼哭不止 这啼哭声也标志着这场六个小时的处置行动 圆满画上了句号 靠着大志大勇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使命感 武警官兵成功化险为夷 挽救了小婴儿的生命 但是这起劫持人质事件的发生 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猜疑和争吵是两个曾经相爱的人上演了这样一处闹剧 使无辜的孩子险些成为刀下的亡魂 生活中每个家庭成员都会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挫折和磨难 发生矛盾的时候 只要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互多一些宽容 多一些理解 多一些交流 就会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再度发生 我们的社会也就会变得更加和谐幸福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中国武警节目 我是主持人燕飞 欢迎您在每周日晚10点40分锁定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的中国武警栏目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